平胸手術 平胸手術 平胸手術其實 他的族群大概很明確 一般就是說 有些人是性別認同上面的 那有些人是覺得 我是比較想要一個中性的打扮 想要追求身體一個體態的比較完整性 那他們會想要做平胸手術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造成他們穿衣服的困擾 也有些人是 所謂的T的同志 他們想要做 也是一樣說在外觀的一個呈現上面 比較中性一點點 那麼他們也適合做平胸手術 所以這個是平胸手術的族群 就是非常的明確的 那如果縮胸手術那就是不一樣 如果縮胸手術通常是 有些人他們由於胸部過大 可能比如說F罩杯 G罩杯 然後非常嚴重的下水 會造成他們身體上的一些負擔 比如說我們比較常見的問題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常常會胸悶 呼吸比較困難 然後甚至有些人就是因為長期穿 那個內衣造成肩膀的一個 那個壓窗 然後甚至有些人會因為胸部比較大 太大下垂壓在胸下邊那邊造成失疹 這個其實是造成他們身體上的一些併發症產生 所以這些人他們是想要把胸部變得比較小 比較適當 去解決這些身體產生的不適 這類的族群他們就是適合去做縮胸 把胸部變小到適合的大小 而不是把整個胸部去移除掉 那其實這兩個族群我想可以看得出來是 他們的是非常完全不同的 好 好